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卓 你交代我的事情我没办成 还放任千四那小子变成魔祖了 你不会怪我吧 成心的 哪能呢 打都没打 专门给你留的 千四成为魔祖后 实力确实不同凡响 若是能作为对手 说不定可以助我突破仙皇境 我就知道 你肯定了解我的一片苦心 你呀尽管跟他打 有什么事情 我兜着底呢 你做事还是这般随意 不过这优老是我们的故交 与你关系更是亲近 我不用留守吧 师父 当然了 谁让你是我更加在乎的心甘小宝贝呢 托儿 我知道了 接下来交给我 好 有热闹记得叫我 对了托儿 你没有事情瞒着我吧 当然 谁这么大胆子跑来这儿撒影 老鼠嘛 就爱乱窜 这是万年的风夕玉吗 这色泽 这润感 姐 我这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灵宝 爹 娘 你们看到没 我和姐姐抱负了呀 嗯 我不是教过你们吗 我们道也要有道品 不是什么东西都要 多瞻仰一下为师 学习为师 占养个屁 就你那品位 差得很 老夫当年跟着绝掌门 什么没见过 那可真为师 老 老掌门 绝了 诶 学新人的画像怎么会在这里啊 两位 东西你们随便拿 但那幅画 还请你们好好归还 毕竟 我还挺珍惜他的呢 小老鼠们 抓到你们了哟 圣 圣子 阁下与我天蓝有何渊源 我坠随老掌门许久 可不曾听过你这样的小悲 他 对我来说很特别 什么意思 抱歉 说得有些含糊了 那我就介绍一下自己 我乃 天蓝之主 好大的口气 这平民也可以吗 老头 生气容易变得更老 这小姑娘 好深邃的琉璃 对了 你们 有没有听过 附神术啊 我又栽培出了新的茶叶 不知道老祖会不会喜欢 老祖 苏姑娘 你找老祖吗 他去原来的山海四脉了 四脉 我前几日让其他不足的小妖 去打探消息 虽然四脉和五脉相通了 但是却在两脉的结界处 设起了绝境高墙 没法靠近 我怕有什么意外 老祖不会有事的 而且我总觉得 仙妖魔三族间的战争 一定会用老祖来结束 小样 以为弄过墙我们就过不去了吗 小样 以为弄过墙我们就过不去了吗 走 走 这第四脉怎么光秃秃的 真难看 哦 连我也能沾染吗 不错 哦 怎么回事 这越来越难受 什么东西在轻视我的身体 馒头 不难受了 说馒头你还真厉害啊 不过老大 刚刚那是什么东西啊 总有种令人生寒的感觉 说我猜得不错 这便是张柏氏和妖族神术所说的腐败 你 让我一命吧 我还有 我还是要要我 说了 你是不是从四脉的匕首之院里出来的 不 我不是 你身上是不是带着灵水破 快交出来 不然等往发起火来 你可就不好受了 没有 没有 那就没办法了 我们发起疯了 可是什么都吞得下 我不要 求求你们 我不要生了我的孩子 拿来吧 放手 我不放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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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来就遇到欺负弱小的事 真是不要脸啊 怎么 多管闲事 那你们 可就惨了 非仙非魔非妖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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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纯粹的仙灵 能恢复到这种程度 你到底脱了多少灵水破 什么灵水破 你胡说八道什么 还装蒜 快交出来 不然我可救 成为猎物却不自知 可悲 杀了我的神物 你要怎么赔我